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是不是覺得後面的背景有點不同呢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另外一個興趣 就是做食物 之後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綠茶蛋糕 Japanese Green Cheese Sponge Cake 那一刻要用到什麼材料 首先要三分之一杯的糖 之後在三分之一杯的糖的邊 我抽了一個大蛋白糖出來 用來大蛋白用的 少少鹽 二分之一杯的牛奶 你可以用skim milk 2% 1% 我喜歡用whole milk 因為我覺得味道會差一點 雞蛋當然是不可缺少 今天我用五隻雞蛋 還有這個honey蜜糖 cake flour 低筋麵粉 這個是一級的低筋麵粉 還有這個green tea powder 最重要的東西 我想的蛋糕有點香味 有一點點香味 那我就會加多一個teaspoon的vanilla extract 就是那個Vanilla香油 如果你有興趣做這個綠茶蛋糕的話 繼續看下去吧 那我將這五個蛋 分開蛋白和蛋黃 我將這五個蛋黃放在一個大碗裡 分好蛋白和蛋黃之後 然後再加上三分之一級的糖 蜜糖呢 我就隨意加了 因為家裡的爸爸媽媽都不是說 非常吃得甜的東西 因為你知道老人家的身體 就不會吃那麼多甜的東西好一點 那我的蜜糖就儲量加進去 大概是這麼多 還有要加上綠茶粉 綠茶粉呢 我也不會說放太多 因為綠茶粉我會加一個teaspoon的綠茶粉 大概是這麼多左右 那呢 膽 膽 糖 綠茶粉 和蜜糖 已經加在一起了 那我將它全部混在一起 用這個special 混在一起 攪勻它 大概是這樣的 攪勻到這樣 當把蛋黃和糖和材料混合後 準備一個熱水 之後呢 放這個盤子放在熱水上面 然後把蛋黃打開 我用一個打蛋機 首先用小小的 首先用最小的力度 好 好 OK 大概打到好像這樣 剛才是很深的綠色 現在打到淺綠色 就是pale green 這個顏色 蛋黃呢 就是打成這樣 的效果 這個就是打均勻之後的樣子 變成淺綠色 你可以把哪一邊的 未能混合的 可以拌勻它 那 那 攪勻之後呢 我會加少少 香 雲呢拿油 我大概是用四分之一的 茶匙 四分之一就夠了 不用太多 加下去那裡 加了之後呢 就混勻它 那個 雲呢拿油 嗯 嗯 混合完之後呢 那就 接著就加我們的低筋麵粉了 低筋麵粉呢 我怎樣加呢 我喜歡把它攪開 就是 弄它 鬆它 拿個 這麼小的 那些叫什麼 總之可以攪開它 讓它的低筋麵粉鬆一點 我首先一點一點的加下去 我這樣做的原因呢 是想讓它 呃 那些麵粉 是和蛋黃 混合起來的時候呢 就不要有膩 因為 有一塊一塊 這樣 就是這樣 混合起來 然後再加另外一次麵粉 OK 那麵粉呢 低的麵粉呢 我和將一些 拌勻了 那我變得好像這樣 很稠 很稠 那這個時候 可以加入我的牛奶了 牛奶是這麼多的 那我 一開始是拿了 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級的牛奶 先倒一點點 倒一點點 倒一點點 慢慢撕均勻它 可以看到呢 它就開始慢慢會變稀少少的 加了牛奶 一次一次這樣加牛奶 每次都把它 攪拌均勻它才好 再加第二次 那我差不多了 這個牛奶 剛剛差不多混合了 那 再加 一些牛奶 OK 那這個是綠茶方面的麵團 那我就把它做到 差不多差不多的 效果 就是這個 consistency 那這個呢 就可以放在一邊 備用了 OK 那接下來呢 就是打蛋白了 那剛才呢 已經把它分開好了 這個是蛋白 那我們旁邊要準備 一些砂糖 剛才已經將在那些糖裡面 抽了一個 一個大小匙出來的 裡面呢 混合油 加上鹽 在一起的 那我用鹽呢 是因為要 嗯 令到蛋白 就 發得更好 一點的 那首先呢 我們打的時候呢 我就 以我這麼多次的經驗來說呢 我喜歡將它 首先由 最強勁的那個力度 我開始打起 因為這樣打起呢 它的泡 才開始發開來 那到時候 它的蛋白 就會很漂亮的了 首先我 就用最高的力度 打開蛋白 好 可以看到呢 蛋白現在呢 就變成了很小 那個泡就變成了很小 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分開三次這樣 把糖加進去 之後 再加進去 將它打開 的 當你的糖加進去之後呢 就將那個力度 轉了去 中下的力度 那麼它的蛋白就會 穩固一點了 那打出來的效果呢 就是這樣的了 硬性發泡 這些叫做 OK 那蛋白 和 綠茶粉的粉糰已經準備好了 那我們呢 就分開它 因為兩種呢 的密度不一樣的 那我就 將這個蛋白 分開幾次 加入 在綠茶粉裡面 那我喜歡呢 就 筆一點 過去 這樣 怎樣去攪拌它呢 就不要不斷 隨隨隨便攪拌它 將那個 拿一個 在下面 這樣 扣上來 反轉它 這樣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是因為 不想將 已經打好的蛋白 已經穩定的蛋白 將裡面的氣泡 就弄走 如果不是的話 蛋糕就不會發起的了 一樣啦 也是 將所有的 蛋白 和 綠茶的 麵糰 攪拌完 之後 才再拿 另外一個蛋白 加入去 而此類趣 OK 那 蛋白 和 綠茶麵粉 全部混合在一起 就變成這樣一個效果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 可以將焗爐 預熱到 350度 OK 那 我今天準備的盤 就是一個 長短的盤 我忘了它有多少寸 那 加一張 那些 砂糖 然後 這樣 放上去 就可以把 那些 那個 準備好的 綠茶麵粉 倒入 之後呢 把麵糰 放進去之後呢 會看到很多泡泡在那裡 那輕輕地把它弄幾下 把裡面的泡泡 把它弄出來 如果有泡泡過的話 可以輕輕地按一下 放到焗爐裡面 之後就焗 要似乎你的焗爐是怎樣 我就焗大約40分鐘 30分鐘到40分鐘到 這樣 要檢查它是何時 焗完呢 就很簡單的 將木籤放進去 如果出來了 是乾淨的 就證明 這個蛋糕就可以了 OK 那我的蛋糕 剛剛好 焗了40分鐘 它焗完了之後 我仍然 焗爐裡面還有溫度 我仍然會放在它裡面 防止它 縮進去 縮得太多 繼續把它焗 等到它差不多 變回暖的時候 就可以拿它出來 OK 這個就是今天的完成品 香噴噴的綠茶蛋糕 我希望你喜歡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